大家好,今天我们用青椒和鸡蛋来做好吃的 先把它们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小块猪肉 先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块大葱 切片 生姜切片 全部放入绞肉机中 然后盖上盖子打成肉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装入碗中 再打入两个鸡蛋 加一小勺盐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这种拉丝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它装入保鲜袋里 或者是裱花袋 然后把它挤起来,腌制十分钟 再把锡精的青椒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小段 然后把青椒子去掉回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取皮的胡萝卜 卸成圆片 切好之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像这样把它摆完就可以 然后放一旁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放入青椒 然后先关火 取出肉馅 煎一个小口 再把肉馅挤到青椒里 像这样每个都挤满就可以了 然后勺子底部摸一点油 把表面抹平着 中小火煎两分钟左右 煎至一面金黄 再给它翻个面 继续中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 全程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夹出来 装入胡萝卜的盘中 再放入蒸锅中 水开后 用大火蒸8分钟 准备适量的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再准备几瓣大蒜 切成蒜毛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最后来调一个料汁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白糖 一勺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 倒入小米椒和蒜毛 翻炒 炒出香味 炒至蒜毛微微发黄 再把调好的料汁夹进来 煮至汤汁便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半火备用 我们的青椒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再把酱汁淋在青椒上 哇,好香啊 好吃又好看 再撒点葱花点缀一下 好吃又好看的青椒酿肉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肉馅 非常的鲜嫩多汁 青椒也非常入味 有点微辣 吃起来香而不腻 过年的餐桌上 来上一盘也非常不错 如果你喜欢 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就会看看 愿无论 以赌许老海 反正的蛟